2020年12月小焦跟杭州德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合同期从2020年12月14号到2023年12月13号法务专员岗位 12月27号公司提出要辞退他 他给我的说法是我业务能力不行 但是业务能力不行 他的劳动合同上规定是会给我进行一定的培训的 而且我们早上是写商好是可以培训的 我也是接受他也是接受的 但是下午就突然给我说我要辞你 劳动合同中约定员工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合同 但应当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员工 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 小焦说当天人事部主管告诉他 要对他进行新业务培训 但参加培训之前对方又找到他 让他立即签离职单 可以拿到两个半月的薪资补偿 并且限令我在12个小时内立马离职 我觉得非常突然 而且我觉得非常难受 他当时的言语上就是说 你必须今天马上签掉 不然的话明天就不是个赔偿 就有点运威胁到我 小焦说当天下班后 双方僵持了两个多小时 最终他没有签字 并告诉对方要回去考虑一晚 第二天过来上班 他发现自己被移出了工作群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已经不能打卡 我已经不能进入公司 然后他们把我的东西也包括 丢在了门外面这样子 这些是我的事 有一部分在这里 然后有一部分是 我之前拿进去了 靠电还有一些个人物品吧 小焦表示 公司没有明确指出 自己业务能力欠缺在哪 而且根据合同 不能胜任工作 可以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岗位 这种突然的辞退 他无法接受 我们建议走法律途径 因为是劳动上的一些事情 我也已经请示过领导了 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要辞退小焦呢 这些我不太方便透露 因为我也是在这边工作的 所以我们也只能说正常的领导说 那怎么样的一个渠道 那我们就通过怎么样渠道 一个事情归到一个事情上 那你们一般辞退员工的流程呢 我之前也没有处理过这些事情 我建议是你们可以通过法律 或者是走劳动啊 或者这种 这位部门负责人表示 领导不方便出面 辞退小焦是领导层的决定 他不方便多说 那您可以要求让单位拿出 您不符合这个相关业务能力的一个要求 我们如果说是没有证明的 那有增益 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把仲裁部门投诉 小焦打算先去趟劳动仲裁部门 要不要把黄金眼气助报道 两个月 感谢观看